游客沿着步道拍拍照 趁着蓝天白云好天气 到石门水库风景区休闲踏青 游客好心情 但在地人却好焦虑 最近有感觉就是下雨 就是毛毛雨 对那个石门水库来说 当然是补不了 就是祈求天空下大雨 让我们有谁喝 在地人担心农民也焦虑 因为石门水库从去年 10月中旬满库扣 受到暖冬影响降雨量偏少 加上现在正值一期 倒坐春根蓄水量大 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水位目前来到231.8公尺 蓄水率只剩52.2% 我们跟农水署合作 就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 一期做的部分 能够顺利完成相关的公关作业 我们从翡翠水库的系统 每天我们有调度 平均差不多有75万吨 这样的一个水量 可以减轻我们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 气象署预估这波春雨今晚报道 水利署计划要实施人工增雨 事实上不止石门水库面临枯水期 新竹保二水库蓄水率也跌破60% 保山水库更来到41% 乌涉水库也只剩不到54% 而向来多雨的宜兰不少野稀也出现干涸现象 让在地人忧心今年的水晴 差不多十一月开始 花量就非常久 地出到现在 掂地已经都没水 对我们一般民生关系 有很大的影响 剩一年影响雨水减少 也只能寄望这波春雨 能降下甘霖解救水情 民視新闻 陈琳 蔡成翰 黄富裕 宜兰桃源报道